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 郑鞍雄陪同下 早晨8点多抵达位于九龙湾 宏天广场的酒楼饮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等人一早在酒楼外供后 据报道 夏宝龙等一行人 进入酒楼后 职员拉上布幕 便依景远在外戒备 酒楼同场有约60名茶客 有茶客表示 见到夏宝龙觉得很意爱 平时只是在电视上见到他 猜不到他会出现在 这么平民的地方 另一位茶客指 夏宝龙很亲民 我们跟他揮手 大家很热情 很开心 夏宝龙一行兜留 一个几小时后离开 之后的行程 我们在这里就不啰嗦了 估计观众朋友们都无兴趣听 免得浪费大家时间 又浪费我口水 好 而归正转 话说夏宝龙试日行程中 最获得网民关注的就是 早茶有没有做梅之业 根据网上Openrise的资料 该酒楼拼一早上9点才营业 不过14日这一日 差不多8点已经有市民在酒楼外排队 而且在场市民对夏宝龙有赞舞弹 大家说 奇不奇?乖不乖? 好多网民分析 这间酒楼平时都无早市 附近又不近民居 今次突然提早营业 还出现这么多外博茶客 大家明白啦 不用我阿May 画公仔画出场了吧 有网民表示 竟观众半夜三点说要饮茶都立即开啦 整间包起他找一群演员做茶客 外面又有似样的常乐客区 不在闹子 四位没什么高楼大厦可以被人攻击 对出马路容易管制 又近警察啟得行动基地 拍片又可以拍到他在闹市出现 救亲民 还有网民透露 早四日前已经有人吹鸡 混淆机啦 做戏给大楼看而已 有多难? 都有留言称 酒楼所在的九龙湾 蒙天广场里面有很多政府部门 与入境处、食管处、连中联办都有办公室 根本就是政府地盘 夏宝龙想办亲民去错地方啦 又是差佬 不是说错了 正确来说是差婆 今天我们来说香港女警偷爱国西力名牌模 被人断正的香港好故事 话说去年5月21日 一名49岁的香港女警 在尖沙罪一间商铺 偷了一顶价值5,670元的 Prada黑色帽 Prada 意大利名牌 这位Madam果然吃货 不过Madam怕运气就似乎差了些 偷东西居然被店员断正 本来Madam想利招36鸡就为上鸡 但不知是不是现在的警察 平时没什么训练的Madam 连走都执书过瘾 碎了 没办法 Madam又急中生智 来一招扮可恋 扣个店员被刺机会 但店员财力都傻 据拘捕她的警员说 这名女警被捕后一直情绪激动 互烟乱语 并在她腹内近大比位置 售出一把蓝色戒刀 以及在其除新文品中发现一张精神科复尘室 这名Madam被控一行盗涉罪 案件昨日在九龙城裁判发言开审 她否认控罪 案件押后至下月5日逐审 女警准以6000元报稀 看你Madam真是一世英明一照丧 话实话当时被人断正事 你应该立即反顾个老板勾结外国势力 死蠢 不过不用怕 你还有机会 到时上都停 跟国官说 因为2019年执勤事太大压力 搞到2022年要偷爺输压 一定打得了 应该是 除非不是 大家说是吗 3月初警方国安署拘捕一名女子 指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煽动港独信息 近日日本东京大学一名教授表示 居民被捕女子为留学日本的港生 商业反港换领身份证事被捕 兼被没收护照 无法反日本继续学业 事件引发外界对国安法域外发权的关注 简然知 无论港人身处世界任何地方 都在政府的监控之下 一旦反港 可能面临被捕风险 警方国安署上个月 拘捕一名23岁成员的女学生 指她在念书发布煽动香港独立信息 涉嫌触犯国安法的煽动分裂国家罪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阿古字子近日在日本亚府网站 担文揭发事件 她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被拘捕女学生在东京一所大学 读一年级 她的男朋友都慢慢无想到 女朋友会因为网上言论而被拘捕 护照都被没收 无法返回日本继续学业 阿古字子表示 这是国安法实施后 手中涉及日本的案例 影响极大 她说被捕女学生 只是随便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香港应该独立之旅的言论 该学生不是政治运动领袖 仅表达个人感想和意见 这个在日本是很普通的做法 作为教授 她不希望其他学生们都面临同样情况 阿古字子一直从事有关中国和香港人权的研究工作 都有在电台节目上帮中国维权人士 和香港蛇魂人士发声 基于安全问题 她表示暂时不会去中国和香港 目前阿古字子正协助该名女学生 向大学争取在港期间 以视像方式上科 而继续学业 事件引发外界对国安法域外发权的关注 前香港法律界组织 法证会师召集人任建峰表示 今次事件显示 只要当局认定某人违反国安法 涉事人在入境香港时 国安就会采取行动 前立法会议员 许智峰应用事件非常严重 反映国安已在此进行全民监控 许智峰相信国安署已投放巨大资源 遭情报工作 透过大数据分析 在网上搜索敏感池等 去追踪发碟人 以往可能仅监控一些社运领袖 政治人物 现在开始实施全民监控 让香港市民人人之危 人心惶惶 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两名大陆女士 就是为了区区机构水的报酬 内港开银行户口 结果被判串谋适黑前罪 两人分别被判酬五个月同一年 香港廉政公署早前直播投诉 怀疑有人在电骗案中 冒充廉柱人员 于是展开调查 调查后发现两名大陆女子 应朋友要求内港开立银行户口 抽脑外几百元人民币 骗途其后向电骗案受害人声称 这些户口是联储人员所有 要求对方传入款看 其中一名39岁被告胡庆珠 骗途利用他开的银行账号 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 处理多不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户口的港元及美元 公值约60万港元 另一名42岁被告蔡燕暉 贪图800元人民币的报酬 来港开设银行户口 让编图操作数月 户口其后被用作处理电骗案款判刊 总值约50万港元 两人都承认村谋洗黑钱罪名 分别被判囚5个月同一年 事件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表示 又说大陆已经实现全面脱贫 为何还要为了区区几百元犯罪 都有网民表示 个个都离寻室 香港真是一个天堂 不过洗黑钱先坐5个月这么少 应该每个户口坐5个月 合共15个月才有阻吓作用 有网民就跟帖表示 下个礼拜去看看中银门口 还有没有开户长龙 不知有没有助客作用 都有网民质疑 一直都是看户口里面 洗了多少黑钱 利丁刑期 香港司法又自动变招 还有网民讽刺表示 可以来香港食一年免费和家饭 执道 好 今天的香港头条就到这里 报道真相 争辩是弊 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 我是May 下个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